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让朋友在一个比较私密的情况之下 非常舒服地度过一个夜晚 从凤床里面出发的户外客厅可以容纳12个人 当然它被给予的功能却大大的超越 或睡或躺或玩 而它底部采用镂空的设计 也可以使得那些想围桌而坐的人得到彻底的放松 而面对户外家居的光源问题 我们总能习惯性地联想到电灯 但是Vivian却向我们展示了一张能够发光的桌子 其实跟这个灯是完全一个样子 就是把它颠倒起来 颠倒一下 虽然真正拥有户外家居概念的时间 才不过短短的十几年 但是我们发现 欢聚如今演变成了户外家居的一个重要主题 而当设计师们将家居也融入与人的互动中时 户外家居给人提供的是有别于室内家居的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而Vivian在体验户外的客厅的时候 对于这一点也相当认同 十个以上的朋友 那我可能就所有其他的器具都不需要了 我所有的吃东西 然后玩 然后交谈跟休息 我全部可以在这样一个圆形的空间里面就解决 它的桌子跟它的底座是完全分开来的 然后这个桌子也直接可以拿下来放在草地上 或者放在任何地面上 就当矮桌来使用 救生圈是我们对于这张桌子的最初的印象 Vivian告诉我们 在这套家居的设计里面当中 救生圈被用作椅子的概念 但除此之外 它确实是一张能够漂浮在水上的桌子 我也尝试过把它放在水面上 它确实是漂浮在水面上 就是人坐在里面 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下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 它就是人还可以反过来做 对 如果看到它这个侧面 它这个线条 那我来展示一遍给你看 流水线的桌岩不仅是为了美观 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人体背部的曲线 所以当Vivian用背部 倚靠住桌岩的时候 感觉并没有任何的不适 但这个是不会 你看它的线条 它这个是一个斜的曲线 斜的曲线过来 所以你背靠到这个凹进去的部分的时候 两边是帮你的背围和起来的 这个时候其实人的背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感受到 顶级的户外家居 对人们本身的居住环境 有着相当高的要求 所以一些设计 并不符合我们日常的居住空间 这使得我们更渴望能够拥有一种 室内室外两厢宜的家居 为生活增添亮彩 反馈到一些比较远朴的一些状态 一些酒精灯 一些微弱的那种 星星点点的灯光 如果放几样在桌上的话 晚上的效果一定会非常 跟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会非常放松轻松 情调被越来越多的现代人 所追捧的有物 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的便是烛光 但对于室外的酒精灯而言 我们考虑更多的是 如何将其和室内融入得更加完美 室外做party的时候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需要一些灯光来营造一些气氛 所以像这样一个酒精灯 其实是非常合适 用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它的原理其实跟我们通常 酒精灯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它的那个引线 这里面是装酒精的 它其实分两部分 这个圆形的就是灯的主体部分 然后下面配一个圆形的托盘 所以它整个就是非常简单 两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形状 配合在一起 但是看上去就是非常的精致 维维维告诉我们 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言 户外家居可近可远 因为哪怕你只拥有一个 很狭小的露台 那么一把没有任何支架的伞 也可以渗透了共享空间的主题 开启必备的那些滑轮 其实如果要深究的话 其实都是在隐藏在它的上面 所以你从底下来看的时候 它就是它连散骨子都是被 看不到 对 都是被它的面料 所紧紧地包围 而我们也发现 如今中国市场上顶级的 户外家居品牌大多来自欧美地区 除了家居本身的创意理念之外 其之所以在欧洲生根发芽 这和当地人的生活居住习惯息息相关 我们不敢苟同 户外家居能在中国 拥有相当的热衷度与市场 但是其提出的家居与人的 欢聚共享主题 却值得我们揣摩与借鉴